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逢星期三晚上10點半至11點半的惡希米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Henny 又啊Matt 我又暫光回來了 原來你真的暫光到... 沒什麼棍錢 沒錢 好幾個好變 被大寶騰我上去 又是 好啦 今晚 其實我們來到這個星期 我都發現沒什麼新的地方 這個星期 我都當期了 快到了 差不多近這個時間 淡淡一點 但我們依然有話說 今晚一來就入止題 我們今晚 如果看我們宣傳都知道 今晚說的是爬手電影 爬手偷東西 不是 不是真的搶那些 是真的 可以說叫藝術吧 爬手 我們講的 以拿來講的 都可以 就是把爬手這件事 當成一種藝術 這樣看 都可以的 真的挺過癮的 那 第一套 我們今晚第一部電影 就 可不可以叫爬手電影 的 齒座 算不算 我都不知道始終是誰 我都會去法國版的文雀 可以可以 其實真的很早 1959年 就是這個Pickpocket 都挺出名的法國導演 羅伯煌烈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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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說 熟不熟羅伯煌烈蟲 這個我第一次看 這套是他第一套 不是不是 我看的第一套 這套是他自己的 他的呼聲也很厲害 這套 其實他的手法也很特別 他是沒有什麼配樂的 而且都是很簡單 直接很簡單 沒有什麼複雜的東西 新浪少那些都是小配樂 還有燈光那些 其實沒有什麼做作的 但你看到他也有很多 你這部電影裡面 看到爬手的場面 都挺精心的 其實是設計的 我覺得都 我聽他看一些介紹說 他是可以一個鏡頭 然後一個偷東西的情節 然後他可以拍幾十個帖 為了這個情節 真的很精一求精 這下真的好 都要說一下故事說什麼 就是這個 年輕人叫Michelle Michelle這個年輕人 是法國男生來的 很無所事事 但又很喜歡看書 但是他很喜歡 一個叫虛無主義的這種自學思想 你看到那些對白都是 他說話都是 我都想著 這個年輕人 其實年輕有為 為何要做小偷 因為小偷是一個 我心目中就是 因為我們無路可逃 走投無路的時候 你才會做的事情 但是他自己有一個 好像是有政黨職業的 套戲裡面 好像有說 他有 套來好像有 之後才有 但是他還是很喜歡偷東西 是啊 他本身是因為 給小偷那一份 自信 還有很優雅的手法 吸引了 於是他自己也加入了 這個爬斜的行列 還有 他自己眼裡看 偷斜 其實是一種 指尖巴雷 我這裡寫著 指尖巴雷 指尖巴雷 對 一場很完美的行鮮 好像一場很精彩的行為藝術 這樣 就是他虛無主義 真的 你聽到這件事就是這樣 但是背景就是有一個 病重的媽媽 但是 去探望他的時候 又認識了一個叫 J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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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鄰居來的 那又 你看到其實 這個Michelle 其實她本身 就是說她是一個小偷 但是 其實她心底 不是一個很差的人 你會看到 她 其實 她是沒有了目標 其實 因為她 那時候說 偷東西是令她有心跳的感覺 有緊張 其實她是追求這種刺激 因為她 好像是第一次偷完東西之後 因為我得了 於是 我 過癮 勇氣 會大了 而且 與其壞本事 倒不如說 我那時候 真是好運 沒有被人捉到 這種其實是 叫做 一個年輕人 剛剛成功的時候 有一種喜悅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她是一個 沒什麼自信的人 例如 Janny問她 你不探望你媽媽 她都不探望 你不探望 Janny就走了 因為她不知道怎麼面對她媽媽 她也是 虛無主義 喜歡讀書 她某程度是一個讀書人 但是她又很不滿 現實生活 很多東西都不滿 其實她是一個 有一點點 我不想 我覺得我自己 不明白 一個很厲害的人 我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我不應該做這樣的工作 所以她就用反社會的方法 偷東西去建立自己的存在價值 嗯嗯嗯 其實我 其實她 那個時候 五九年 然後 打完仗 十幾年 然後 冷戰期間 其實 其實 經濟那個時候 應該是 怎麼都好 因為我看到 裡面的人物 都很 蒼然 然後 眼神 好怪 好 好蒼白 有時會不會是關爛戰時打完仗 都可以說有一點 那五六十年代的存在主義是很厲害的 那時發覺是直接引入美國的黑色電影 說這些很有存在主義很棒 就是這樣來的 可能就是存在主義覺得很荒謬 整件事沒有意義 有時會有這樣的觀點 我們也會搞到有這些年輕人 可能是社會問題 我可以這樣說 但我看的時候最佩服的 就肯定是過一場戲 合作的 幾個賊仔 合作在火車站一起打荷包 不是打一個人 而是連環把幾個人打 後來還要把荷包扔回 對 幾個人在一起偷 一個人沒有螃蟻 下一秒 下一個鏡頭 螃蟻包已經在同伴手上 那時候 有衣服 有報紙遮蓋著 這些鏡頭反覆拍 但又交代得很清楚 我覺得 雖然我好像有幾下 因為技術上的問題 又想呈現那種 精妙 指尖巴雷的巧妙 感覺 感覺上演員好像是 故意放慢了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放慢 這個真的不像 但我好奇的一件事 就是主角是非專業演員 好像是 但是呢 我只能看到影片 我覺得不像 那隻手 可以游到這樣 彈琴手 就是 你隨便找一個人 不會在這種情況 與其說 他不是專業演員 但他自己也好像不是專業小太 很懷疑 有些人驚訝 可能不是他自己拍 可能其他演員 替身拍 可能他自己也練過一下 很難 玩眼閉 訓練一手 這些不是練幾下才能做到 對呀 這些真的很 要練很久 其實在玩的那一刻 我自己也有點奇怪 真的很 靈活 那隻手 每一個拍手 不過他有一點神化的 我相信 也不少 火車有一幕 我也是偷不到 真的有一個階段 火車走路很窄 有窄的走路 好像舉高雙手 慢慢走 然後一拍手 就夾一個人包出來 然後拿東西錢 再夾進去 其實那一刻 是 可能跨了一點 其實有 有一點 不過就 其實鏡頭的處理得都很冷靜 快 真的很爽 那幾下 沒什麼廢鏡 我覺得是 還有 為什麼Michelle會偷東西 其實開頭 都說了一句 我或者可能因為我很窮 但其實你會看到 這個角色 我覺得射得都很立體 就是 或者是他一個小偷偷東西 但剛才也說過 其實他不是一個 很冷血的 他不是叫冷血的罪犯 他不是冷血 是啊 他有多少敏感 和脆弱感 其實你在這個角色身上 會找到 他 然後怎麼說 他是要有個寄託 是啊 後來他走 Janny問他 Janny問他 為什麼你要偷東西 我記得他是回答 我個人很空虛 那 我於是要找些困難的東西 挑戰自己 是不是這樣說 我記得 好像有些印象 我沒有印象 我沒有印象 我記得後來他走了 走到其他地方 他說自己 在花錢 然後去女人 還有賭博 對啊 他有幾年是走了 不知道去哪裡 離開了 不知道去哪裡 其他歐洲國家 那裡 他自己也打過工 其實這段 我覺得他 其實這段 如果現在 如果現在拍攝的話 現在拍的話 應該會 有影片 拍完這段 他沒有 這個就沒有 這個就沒有 他已經交代了 他 那幾年 到處漂泊 我是覺得 他這件事 是在玩自己 真的在玩自己 其實 但是 他洗了錢 都沒有找到 最後是回來 然後坐牢 才找到 其實那個結果 也是一個 宿命 始終是一個 小偷 一個爬接手 怎麼都會有機會 回到 一定要坐牢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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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段 拍得不錯 但是 其實 又可以說另一個角色 就是 那個警察 其實 警察 其實 可能在那個年代 演警察的角色 都是很正直的人 但是 這個 原警網絡 警員網絡 好像很正直的人 捉賊 但是 他是竟然 可以 不停地 勸 Michelle 不能引誘他 引誘他 去偷東西 其實 我是覺得他不睡 他當初 在馬場 那裡 偷了女人錢 最後 捉了他 但是沒有證據 對 我覺得他不服氣 嗯嗯嗯 他想 把口 想你回到征途 但是 由 當 Michelle 真的 想離開 爬獅 這個行業 那時候 他又 引誘他 去偷東西 都蠻蠢的 真的 做一些 要有 很難說的 如果你是 你沒有東西 那些人怎麼引誘你 哈哈哈哈 其實 還有 可能 我覺得主角 已經將 偷攝這件事 是 變成了一種興趣 或者是 已經 撕掉的 一個人 我也是 現在看到有些人 荷里活 有一個女星 雲露娜維達 他也是 偷東西 好像說 他也是 病態 的 症狀 他那段時間 是尋了 他的名字是尋了 然後 就是因為他不停 因為他有偷東西 等等 然後 引起傳媒 留意 就是 這種 病態 成癮的 感覺 就是 引誘了 Michelle 又 出手 想 偷 警員的 銀包 不過 我認識 我剛才說 警察是真的 撞他 那段 撞到明顯的身上 你看到 你的錢 而且 Michelle 已經 感覺到 他的眼神很邪惡 他真的很邪惡 我知道 會出事 這次 但是他的手 依然 沒辦法 不圖心態 因為 小偷 我覺得 是機會主義 比較重的 投資風險越大 樂趣 當你得手過一下 成功感也會越大 不是他說技巧 挑戰自己的技巧 是啊 所以 其實 我覺得 這種 我會說說這個導演 我查過資料 聽過這個導演 是不給演員做表情的 我覺得 演員做表情 是假的 我不給他做表情 就是我導演的技巧 我怕是做真實 其實那個什麼 那個聖女精德 受冷鏡是不是他的 你說 學武昇的版本 是30年代的版本 還是 我忘記了 我記得 有套 又不知道聖女精德 什麼什麼什麼 我記得他的印象 好像是他有一套 所以 所以是不是問那套 那套 其實有些電影都很難找 有套很容易找的 鄉村牧師日的 那套我經常見 我沒有買 那套我經常見 那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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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 很難 Risk 那套先 那套先 她也有道理 家具輿到獎 Miselle的媽媽死了 然後問Janny 你們相信這個世界是有神的嗎? 不,我只相信了三分鐘 Miselle說 其實同時已經問這個世界是有神的嗎? 其實他問上帝是一種舊屬的象徵 然後再看一些資料 可能是這樣 不過我們今節的時間來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找回1959年的作品來看 我們先去一下 下一節回來就說說哪套戲向他致敬過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樂器迷的時間 我們剛剛第一節說了羅伯暴獵蟲的Pickpocket 跟著我下來說說其實有什麼戲向這個Pickpocket 指尖巴雷 向這種指尖巴雷致敬的電影 我覺得不可以不看的就是這部港產片 真的不可以說就是文雀 道奇鳳 道Sir的導演作品 真的很漂亮我覺得這部電影 一開始說文雀 就是任大華這個職業扒手 出門口之前突然間屋外一隻文雀飛進來 我覺得好運的 他本身好像是不知道的 他問拍檔 說節內雀是什麼意思啊 然後就說 林家棟說笑 就是HiHi 含家領 然後不知駱駱駱那個說什麼 好像是好運 其實是聽說節內雀是一種好運的象徵 聽說是有的 因為朋友身邊都試過自己家裡有節內雀 但是好不好運我就真的不知道 家人說是有好運的意思 但是這部電影我覺得呢 除了向 不如說 如何把爬手的人當作藝術 他有一段在 中環是不是 應該是中環那段 一個鏡頭直落 叫他們偷東西那段 先打一對外國的遊客 先打女人 然後再偷一個男人的荷包 其實一個鏡頭就大 但是你會看到就是 整個動作一氣呵成之餘 就是很優美的 你看到他們偷東西的 很藝術的感覺 真的拍得很藝術的感覺 連長的配樂也是 配樂其實 歐洲的味道也很濃 很濃 Jazz 我可以說沒有 但是我相信一定有的 因為 這個職業是 因為如果有熟港產片那些 會記得 80年代 他有什麼歡樂神仙鍋 有什麼提防招手 都是一些功夫喜劇 都是用小偷去做主角 都可能是跟這些有關 可能是 向這一代羅一輩的 爬手喜劇 可能是 那時候 動作喜劇都沒落 爬手的 都 適眉 拍這個 好像是重溫 不過呢 就我看 就是 香港情懷很重的一部電影 其實是 杜其鋒也很喜歡 將自己對香港的感情投射 在一部電影裡面 你看到這部電影的取景 其實也是 很懷舊 以前維多利亞年代的英式建築 應該都已經拆了一部份 有些都已經是 任達華第一次撞到林熙女 那段是石板街 是石板街 他拍照那段 哇 你真是 看回以前那些 沒錯 我可能是 可能是 年輕一點 那一代 真的不懂什麼叫石板街 但是 我們 爸爸 甚至乎 再老一些那一輩 對這些 可能是 可能是 在香港這裡 追住了這麼多年的居民 可能是 最真實最美的香港 不是 那些叫 購物地點的Landmark 而是這些 古舊的建築 才是他們 對香港感情 情懷的所在 因為其實都 八幾年歷史 是啊 但是 你看到香港的 商業元素 越來越重 就是 晴天帶流 周圍都是 但是 舊式建築越來越少 以城市和發展的問題 一定有發展的矛盾 我知道 杜其鋒很喜歡香港 是 好像他親口說的 是啊 所以他就是想拍 用電影 保留這些活躍 也可以這麼說 還有 喜歡用黑白照片來 去拍 街邊的人 就是 我覺得是 他對香港 懷念 以前香港的感覺 我覺得是 但是 也不可以不提 就是 他們 任達華 林家棟 羅毅昌 還有 張滿元 三個人 四個 四個兄弟 在街頭 爬走 土生活 叫做 好過癮的 四個人 騎一輛單車 很像小孩 幾個搶著坐在單車 是啊 也是這樣說 那 就是 就是 因為 一次巧合 任達華 其實不是巧合 任謀 就是任達華 在石板街拍照 遇上了 林欺雷 那時候林欺雷 應該是最有女人味 那時候 三十幾歲 其實現在都 都殺死的 都殺死的 原來 原來 林欺雷 就是 被 盧海鵬 綁住 情虎 情虎 但是 被他綁住 好像真的是一隻龍中鳥 飛不到出去 扣住他的護照 不讓他走 沒錯 就是 想想 就是 任達華子來了一隻折來雀 放他都不肯走 這個時候遇上了一隻龍中鳥 就是要想辦法 就是 林欺雷 想他們 這四兄弟 想辦法 怎樣 可以令他重獲自由 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 盧海鵬是一隻老的文獄 老手 沒錯 一場 爬手之間的狡量 就是 摸避免 其實 那時候聽聽 他這套 拍攝的時候 杜奇峰 表示過 他想拍什麼 他說 即使 你最厲害的 爬手 都好 你都很難 偷到一個人的心 他那時候是這麼說過 偷錢容易偷心懶 是啊 他說過這件事 哦 原來是這樣 但是很有趣 即使是 林欺雷 順著 把四兄弟 找你們幫 其實不是找他幫忙 我覺得是多一點勾引成分 我覺得是 多一點勾引成分 其實林欺雷 其實也很誇張 對啊 但是 你會看到 原來兄弟的情形 也不會順順一點 因為一個女人撩 而反目 你們四兄弟沒有的 對女生有同情心 是啊 沒錯 即是一種同情的感覺 還有 因為 其中三個 即是除了任大華之外 其實三個人都失敗 於是任大華 作為一個大哥 真的挺身相救 這種兄弟情 我覺得是現在 香港人一種 決失了的價值 我覺得是 人情味 其實最後 也很有人情味 盧海鵬 她是故意放走 林欺雷 她是故意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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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故意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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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即是 感情上這部戲 都叫做處理得好 故事很簡單 即是 杜錦鵬也是這部戲 都是情懷為主 我們一邊說 情懷這件事好像很文氣 文氣很重 但我覺得 武器一回落場的時候 杜錦鵬的感覺 其實又回來了 最後 劉華就說 是在上環 但竟然給我 不是 是觀塘桌球會 我看到旺角招牌 我看到觀塘桌球會的紅燈 這部戲就不太髒了 我覺得 選哪個位 漂亮哪個位 沒錯 沒錯 即是 場面條道的功力 即是 龍火純青的技術 依然都被 氣迷過足一下人的 其實都是 讓人靚靚靚 是的 即是 我覺得 雖然 其實這部戲 香港上演的時候 四百多萬 好像可以 其實都很慘 那個問題是 其實這部戲 其實是 外國賺回來的 可能是因為 這部戲本身 拍得不像 普通的 港產片的節奏 我覺得像歐洲電影 其實是個人導演的風格 所以 四百多萬 還有 任達華 其實任達華本身 也不是 很有票房保證 嗯嗯嗯 於是 雖然香港票房成績 都一般 外國好像很厲害 應該是 外國很厲害 好像說 我看到好像 那個影評 簡單的寫了 就是 這封是一封給香港的情書 有一個是說 簡直是試過享受 整部戲 都算得上是 喜歡看道奇峰的電影 我覺得都 很漂亮 色調 最後那一場 都很難拍的 最後那一場 對 最後那一場 聽說這部戲 已經拍了很久的時間 就是因為 道奇峰 他是沒有劇本般拍的 其實他想到什麼 就拍什麼 所以拍到 沒有什麼商業效果 聽說 因為拍了相當長的時間 好像 任達華定林家棟也說過 如果 即是這部單車 早點爛的話 也很麻煩 因為剛剛好 就是拍完的時候 餐車才爛的 哈哈哈哈 挺過癮的 我覺得 其實我是很喜歡 人物設計 人物設計 是一回事 還有 很想找一下 香港的足跡 還有 就是 長里冰室 這個 好像很多港產片 都在這間冰室取經過 很可惜 近來可能 經營得很困難 終於都 逃不貴 要結業的握運了 就是 都會看到 就是看這些 看回這部電影 會看到 香港的 以前 舊式情懷的感覺 開始慢慢慢慢的 消失了 消失了 是啊 如果 聽眾 有興趣 想看回以前 香港有什麼 特色的建築 還有 找回這種 情懷的感覺 都可以 在文章裡面 看回 可惜 只有在電影的回味 即現實 拆了 是啊 來到這裡 我們說到 今次的時間 都差不多 那就 去一去 下次回來 講第二部 好 歡迎大家 回到第三節 惡氣迷的時間 剛剛我們說了 杜奇峰的文章 不如今次 轉一轉 北上 說一下 馮小剛 就是天下無策 其實天下無策 都很不馮小剛 我覺得 因為馮小剛那些笑片 就是幽默的電影 從來都不會死人 但是又天下無策 好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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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主角 是啊 先講一講故事 劉都華和劉若英 本來是一對 賊公賊婆的 一對 逼人 叫做 相互逼人 我可以這麼說 我也是 劉若英 原來有了劉德華的弟弟 想收手 想贖罪 於是兩個人開始越來大分歧 但是呢 在火車站上 就遇上了一個 叫 傻根 傻根 王寶強 不會演的傻根 等一下會講王寶強這個演員 我覺得 應該要講一下他 傻根這個人很有趣 在他的故鄉那裡 那裡 因為他說過 只要拿 只要拿一些石頭 圍著牛屎來畫個圈 就沒有人會撿的 這就是他在一個環境大陸 就是牛屎都沒有人敢偷 都沒有人會偷的 觀念裡面 他長大 但是呢 就是他在高原上面 就賺了一大筆錢 就想 準備回老家 就用來 建屋 娶老婆 但是他人很單純的 就是 因為他的工作 那時候呢 曾經跟狼相處過 對 對 跟狼單獨 相處過 他說 我都不相信 我說不相信 狼都沒有傷害過 人為什麼會傷害我呢 人為什麼可以更衰過狼 他又不相信這個世界有賊 還有他 真的很單純 因為 劉若英 就真的被 傻子 單純 打動了 打動了 於是想保護他 那 劉華 其實本來一直都想 下手 但是 但是 因為一直都 因為 跟劉若英 都 那時候叫 夫妻情深 可以叫 他也有分歧 經常吵架 對 但是 因為 夫妻的關係 開始越來越深 於是 都是 入了 劉若英 這一邊 那為什麼說 我說一邊呢 就是因為 郭憂 郭憂 這個 叫 黎叔 對不對 黎叔 這個 爬攝的屯火 也都 侯住了 傻根的錢 已經是 於是 在火車上面 就開始 這兩幫人 一個手 一個工 這兩工 防箭 就在火車上面 開始了 我剛才也說過 黃小光 怎麼會拍 這麼慘的事情 結局 是啊 其實 有少少陰脈 都是有 但問題 應該第一次見 黃小光 可能 再早期 他之前那些 就算 死都是假裝死的 是啊 還有 不要說死 少少傷 其實是 墜機 喂 死人了 怎麼一撲 原來我正在做夢 就是這樣 原來是 但這次黃小光 竟然會是 死人 有少少不同 是啊 但是 說回這部電影 我自己本身 都OK的 我自己都 挺喜歡這部電影 其實我是覺得 其實 佐根是代表了 性本善的學說 嗯 劉德華 經常說 要讓他知道 這個世界多邪惡 所以要偷些錢 我要跟你上課 其實這個性惡 但是後來他知道 劉悠英是 有寶寶 他其實是 他見到希望的 所以他 要幫幫 傻根 是 不要給那些錢 因為他不希望 下一代 也會做 禍不及下一代 不想他 在這個環境長大 所以 都是這樣 但是 黎叔那些 他不是有未來的 他只會見到 一筆錢 眼前一筆錢 就是這樣 這些人來的 嗯 是啊 昨天 我剛剛說過 在這個環境下 長大 這種單純的思想 其實都 傻得來 但是 反映了人性 這件事 本來是應該很善 是善良的 但是想不到 真的有人 比那些浪 是 就是 黎叔和 已知賢的 劉華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套 我覺得是 馮小光最出色 還有粉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這樣 因為我 我就是馮小光 本來 反映香港 不支持中國的社會 我覺得都很出色 之前的手機 大碗 那些都可以的 但是 我覺得這套 我這樣說 劉德華 經常拍佛 佛的電影 我覺得這套 更加有涉意 哈哈哈哈 所以這套 應該就不關他的事 那些故事 哈哈哈哈 其實他們 真的探討很多問題 還有我覺得 傻根 很有中國那種 那種 叫什麼 中國的感覺 寶法 不是 傻根 那種很善良的感覺 就是單純的 對 農民街 對 農民那種 可能是窮 一分家民 一分收 對 那類 他像這類 劉德華 之前所說 想 告訴你 這個世界 是很不邪惡的 你不可以這樣 破壞他 傷害他 告訴你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劉德華 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 如果他不這樣做 他自己站不住 他的自學 好像我這些生人 都是做賊的 這樣做 他突然被這樣 有 有次你不行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所以他想要改變他 哈哈哈哈 因為一個嬰兒 一個小孩 改變了他的思想 對 還有 劉若英和劉德華 就好像狼 一個狼 一個狼 其實 其實就反映了 傻根 跟 對比狼的比喻 狼也不是對比開人 其實是兩金一隻狼 哈哈哈哈 但是 比他們兩個 更加狼 對 因為他純真 太過純真 所以影響了 我覺得這個 好像阿金 哈哈 阿金又很威氣純真 還肯直衝 哈哈 這麼快影響了很多人 嗯嗯 其實我們也要說一下 一說傻根 一說黃寶強 應該是第一部電影 可以認識這個大陸演員 我不知道是盲井還是他 這套是2006年 盲井又沒有2005年 我真的忘記了 因為我第一次認識黃寶強 這個演員 就是這套 天涵無策開始 應該是盲井 盲井是獨立的 我最初對他人像是演傻仔 他很多戲都演傻仔 但我覺得他是一個奇葩 他在大陸演員來說 他是一個 他之後就不是 他之後是火龍的 我不是CFA 不 他演什麼都可以 例如夢遊 他演了一陣子 樹先生 他演過有自己幻想 那些文藝 那套東西 之後我記得香港那裡 就是黑村 也有 火龍 我剛才說的 還有那套叫追空 演一個有自閉的殺人 真的挺紅的 他出了什麼人像是滾圖 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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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真是紅到他 對 紅豆滿面一點 自己都已經是 大陸我都會演什麼都可以 他唯一沒試過 就是演一個真正的反派 哈哈哈哈 傻仔演過的 有反派 是不是真正人 大反派 然後更加出汁 不過 那個不好 哈哈哈 演完之後更加 演不到一些演技 可能是 都可能會這樣 那 講到這裡 來到天下無策 下一節我們 講另外一套 又是中國的 偷攝的電影 OK 好 歡迎大家回到最後一節 今晚最後一節 惡氣迷的時間 剛剛 又講到文雀 又講到天下無策 可不可以 今次說 都是一部 跟偷片有關 不是單純地 爬東西那麼簡單 已經是 有組織反罪 好有 還有幾個 還要是 每個都是笨賊 是啊 傻瓜 但是這套 算不算一個獨立製作 算不算 算 300萬 低成本 很低的大陸 賺了1600萬 沒錯 沒有明星 那時候 每個都不紅 那時候 紅了黃沛 那時候 那時候 還有國淘 國淘 都紅 拍完這套 就紅了 就是瘋狂的石頭 那時候 零號 可能香港 觀眾 會比較 上三年口 但是 大陸來講 拍完《瘋狂的石頭》 之後 爆紅了 這個導演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又 出現一系列 你看到《瘋狂的石頭》 《瘋狂的賽車》 就講單純 就是《瘋狂》 又是拍這些 那要講回石頭的故事 再講 重建一間 工藝品廠 就倒閉了 但是 在拆這個廠房之前 竟然發現 在廁所裡面 是廁所 發現了一件 寶物 就是一塊翡翠 因為 色有通透 難得一件 於是 價值 可能是價值連成 這塊翡翠已經是 想不到 在這些地方 都找到一塊翡翠 於是 用這個廠 決定拿這塊翡翠 搞個展覽 賺點錢 因為那時候 他們拖了工人的工資 都幾個月的時間 都要拍賣 對 賺點錢 拿來分彎 這段期間 都要有人 看著這塊翡翠 始終 有一群國際大盜 有國際大盜 有國際大盜 有奔賊 對 也就是小偷 過了國師奇技 想接近這個翡翠 這部電影 就一直開始 明爭暗鬥 這部翡翠 怎麼 調包來 又調包去 但是 看得很過癮 你就會看得 因為 我看這部電影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Guy Ricci 英國導演 舊姜四小強 對 還有 誰的舊姜 是後來 Snatch 都很出名 舊姜四小強 英文就是 Logs Dog and Two Smoking Barrels 他也看到 這兩部犯罪溝片 那時候 Guy Ricci 那時候 一出來就爆紅 很多人都把這種 多善情的故事 翻盜 你看到 零號也是 我也是 Copy了塔倫天奴的危險人物 還有 Guy Ricci 姜四小強 這種多善情的玩法 但不是硬套的 他是把中國 既有特色的文化 融合他這個故事 所以看得很過癮的一件事 你會看到 其實他最有價值 是看人物 對 他人物角色設置 都很好的 每個都互相有關聯 而且 關題永遠都是 螳螂煲 但就 對 就是這樣 你最猜不到 當然是他廠長的兒子 二哥二小組 拿這個鎮辱 拿這個鎮辱去 騙女生 然後 每個都打個假肉主義 是 你會看到 其實《環雙扣》的劇情 真的看得很緊湊 而且 但是邏輯性 又沒有什麼大問題 你看到這部電影 其實是荒誕 但是合理 沒錯 還有很多笑點 還有很多復筆 其實本身 預先埋設了 例如說 國際大盜 想買一條十米的繩子 偷一條 釣了那塊肉 誰不知 到時 下了一場 都不夠十米 然後掛制肉 就罵他 這樣 奸商 很符合 現在我們經常都說 中國的會爆炸 不是奸商 這些位置 每個都會笑 我真的 他汽水那段 也馬上說 他怕阿黃撥 他經常拿汽水去 然後拔開貴險 咦 中了五萬元 他騙人 是 剛巧 被他拔中了一個 是叫中了五萬元的水蓋 剛巧 被劉華 那個演員 然後 角濤 不是劉德華 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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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知道被人騙了 其實是優回他們一問 是啊 其實都是針對中國社會發展 二元和詐 其實 是啊 有多少 甚至乎 狼內鳥的情節 也有 二世祖 在刺隔內 聊 怎麼抓你老樓的錢 沒有簡單 假裝你自己被綁架 怎麼知道被老樓的自隔 聽到我 打死你這個 哈哈哈哈 這些情節也是有 結局 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不可以說 因為真的要留給大家看 但是 這部戲裡面的幽默風格 不只是在情節 台詞也有發言 例如 BMW這輛車的牌子 是什麼意思 BM我和 英文頭 拼音頭 BMW 別摸啊 別摸啊 就是這個意思 還有 片中應該是唯一一個香港角色 很喜歡說 頂皮的肺 真的很過癮 這件事 報告銜接其實 多得很重要 這部電影 劇本來講 但是 很有說服力 引導到觀眾 就算你看這部戲 多懶惰 你都會 很有興趣 想打開 開動眼角落 想想 為什麼會 發生這樣的事 其實他用這個 玩劇情為主 不過他就覺得 這部電影 其實我覺得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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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年之後 其實很多中國人都想著 怎樣賺錢怎樣賺錢 無償不能其機 其實這裏都有些人物去交代 好像剛才的劉華 他經常想著發財 想起最划算是 開了個概念 他真的以為自己發財 自己愚蠢蠢蠢走到北京 這件事是覺得 你自己想想發財 物質的問題 只有偷東西 大家都想偷 中國人 想起可以找那個人去打他 明明你拿了別人的罐飲 你自己也該死 這裏還是有點諷刺性 嗯嗯嗯嗯 還有很多 很多荷里活電影的影子 我看到很喜歡 零號 我覺得是一個 一個USB記憶體 很喜歡拿一些東西 拿出來 例如我剛才說 釣牛肉 職業特工隊的情緒 這些都是 雖然你會看到 他真的抄了很多東西 但問題是 他可以把中國當時社會 和文化的氣息 融入到自己的情節裏 那你於是會 整件事真的有味 你都不看得到 很多角色是抄的 看得到很過癮 我覺得為什麼 中國有什麼制度 其實這套東西 都很踩界 是啊 不是不是 踩 但是 可能 被你蒙眼過關 叫做 嗯 可以這樣說 其實 楊子彈飛都沒事了 楊子彈飛他們不知道 一屎時 一屎時的 然後 唉 這樣 楊子彈飛 然後 看看姜文有沒有 他拍續集的時候 有沒有難度 真的 真的很害怕 有些擔心 不過聽說第六代導演 都是喜歡踩界的 即是中國第六代 可能都知道 他用中國的過程 不知道 因為第五代太過崇洋了 可以變成那種 看不看反作用 因為 他覺得想玩一些新意 最划算是 香港拍拍片那些 很多都不敢踩界 其實我覺得 其實這裡想說 其實有些啟示 可以大膽一點 哈哈哈哈 想到很多東西 其實去年也有 就是 賭Sir的獨戰 但是 除了獨戰之外 其他導演還是 倒手 我覺得 其實不敢踩界問題 他上不了畫 他簡張的那些 真的上不了 還有 我覺得 都是 因為他要找銀 真的 不敢踩界 就是因為 真的怕你 收不到票房 拍得偏少一點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導演 如果走商業的頭路來講的話 可能都是這樣 我覺得是 現在 也要講一下 《瘋狂的石頭》 出來了之後 除了0號爆紅了 很多演員都爆紅了 現在 我相信應該會多了 觀眾會懂得 黃撥這個人 其實都是因為 拍這套東西而出了名 然後 之後 每當變幻視 原來 每當變幻視 原來 第一場 鄭勇 他說買牛肉 誰知道 黃撥看一看 那個豬頭 好像 好像這段 竟然 他是專門做這個角色 現在 零號也 用完黃撥 吃過了 後來 風凰的賽車 黃金大劫案 甚至乎 近來 爭議聲 都不斷的 無人區 都有用黃撥 都看得出他幾喜愛用 但是 除了黃撥這個人 國塘 保安科長 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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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了 還有 除珍 除珍 春嬌與致命 那個 不是春嬌與致命 人在拱陶 都有 除珍 我是說 香港的 哈哈哈 都可以的 大人在拱陶 因為大陸 都 更出名 除珍 都怕這套 紅 都看得到 那時候 中國 零號 第六代 導演 一爆出來 那時候 頭威也很厲害 我們講完 四部電影 偷東西好像很 爬攝這件事 好像很藝術 好像很過癮 好像很過癮 但是我也是想告訴你聽 告訴你聽眾聽 偷東西真是煩煩 真的千萬不要試 氣是假的 但 當娛樂一下自己的眼球 當娛樂一下自己的心理 那就算了 但是千萬不要真的 走去實行 真的 以後坐牢 我們不負責任 千萬不要 做個有功德心的市民 沒錯 說到這裏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一集 其實我們都臨近碎晚 馬連 下一集就 講一下經典韓水片 好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裏 各位觀眾晚安 拜拜